设计情报中心一直以客为专 为了让客人得到最优质的室内设计服务 公司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就好像这间独立屋 本身在三楼上有一块大型的玻璃设计 由于玻璃的尺寸实在太大了 所以是需要用吊车将玻璃吊入屋内 在我们进行这个动作的时候 由于遇上了大风 为免发生意外 工程监督决定将玻璃吊入二楼 然后再用人手搬运上去 虽然人力和物力就用多了 但为了可以预期进行下一个工序 这个步骤也是无所避免 今天未够八点就来到这个单位 其实你有两个大任务 第一个任务就是将这块超大的玻璃 如何搬上楼 其实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想破坏设计 我们不是只是将玻璃搬进去就算 在做之前 师傅会将一块一样大小的木板 试下搬上去先 反复试验过是没问题之后 才将玻璃搬上去 那就万无一失了 除了帮玻璃之外 这个单位的屋主有大量的图画收藏 大部分都离足珍贵 在摆放的安排上都挺考设计师的功力 所以设计总监特别来到这个单位 安排服务队应该怎样挂起这些图画 才可以更进一步突显这些图画的珍贵之处 这么完善的服务 客户就当然是满意了 做设计师如果由头到尾 跟客人选择装饰品 其实就一气呵成比较容易 但是有时客人就由世界各地 或者他自己将心外的装饰品 带来新屋里面 客人就叫我们会帮他编排 其实值得高兴 因为这个代表了客人 完全信任我们的眼光 当然他也会觉得 不要破坏我们之前的设计 看到这边左右边也好 很大堆的装饰品 就是我一早要来到 就编排好 哪里放哪里 将它编号 小心地介绍给工人 工人也不可以错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的价值 所以这方面 是绝对要做一个很准备的功夫 这些就是真正达到客户满意了 所以有很多其他设计师 应该要学习的地方